今天我要挑战用塑料瓶做一套长痕先锯盔盔甲 拿出我珍藏一几个塑料瓶和塑料盒 用马克笔画出需要图形 再用剪刀剪出形状 这个时候塑料还是平面的 用酒精可以擦掉马克笔的痕迹 利用蜡烛的温度让塑料瓶变得立体有形 再把之前的配件用胶水组合在一起 投射就完成了 用剩下来的塑料瓶做长痕先锯的盔甲部分 唉 用了两天时间终于全部做好了 用胶水把它们粘在一起 因为塑料条比较大能固定 于是我又想到 可以用透明胶带来固定 而且胶带加在透明塑料上也很隐形 再用家里不要的窗帘当披风 接下来是化妆时间 我还记得那天 你走进了我的双眼 不是从你微笑中的人 对不起 我该走了 我未曾遥远 情有所终 是心悦之人 我从之有 我曾怕有事